三个儿子都指望不上了 那女儿又是啥态度呢 大女儿表示 母亲岁数大了 说几两天就不行了 住自己家不太合适 但拿善养费没问题 现在正是小女儿了 她说了 不是我不养老妈 是老太太不愿意回去 再住楼房 对善养费啊 我这一点都不含糊 那我肯定能啊 那咱们就咱们也没啥说的 对啊 我没说你跟我 我啥时候没有 我肯定是 当然了 这都是后话 眼下的最要紧的是 老太太在哪儿落脚啊 现在我在哪儿 人家也不说 一会儿我跟老二去说 暂时你还是在这儿 你们都看着了 老太太跟不说了 我刚才我说 我得她们在中间 带口话 你要找点儿 她能不能 反正 行 咱们 你也不能 拉你 不论 然后是她法院也好 或者是再调节也好 以后有一个 虚拟老太去 然后我们 上次吧 二儿子倒是答应 赡养老娘了 可随后呢 又提出了条件 生活费得涨 涨到多少呢 一家一千块 俩闺女说没问题 你要多少 我们给多少 可老大和老三 那就悬了 联想啊 之前跟他们要 五百块钱都要不出来 这回涨到了一千块 他们能给吗 那这事到底能不能解决 咋解决呢 面对突然其来的新情况 调解员严中瑶和郭明琼 向司法所所长做了汇报 他们也制定了新的 解决问题方案 把三个儿子放入 我们此次案件调解的重点 也就是说 做通过老大老二的工作 这个案子 我们就有了通口 立正把这个案子调查 调解员 首先来到二儿子家 他们希望啊 能折个钟 把赡养费啊 降到一年八百元左右 就是老太太 都得是你伺候 但是吧 这个研究吧 我们也了解了 对你就是说 这个口味非常好 能对老太太照顾 这么好 是不是 你也别 非得说一千 或者说 还是这么点 太够吧 是啥 老太太够不够 老太太说了 可能不够 不够 那工作咱俩就去做 你也别少了 一千二少 那么的 我们得找成了 人也养是养的 他人也养是养的 你看他两天 可以拿一千 在差事里头 你抓着他真的 七百六百五五五五 关键吧 不需要 调解员呢 前前后后说了半个小时 二儿子家呢 就是要一千块 少了这个树母面谈 最后干脆连养 都不想养了 请不吝点赞养